亲爱的侨胞朋友们,今天是历春,我代表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,向海外侨胞和闺侨侨卷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。 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疫情初起时,海外侨胞的无私支持和慷慨援助。 不会忘记疫情在全球蔓延后,侨胞以各种方式与祖国守望相助,共克时间。 你们的付出,我们心怀感变,你们的坚强,我们充满敬意。 虽然远隔千万里,我们对你们永远有着一份变念。 历史不断证明,海外侨胞在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,都为家国户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独特贡献,都为中外交流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。 领东将去,春山再望,我们在家乡的这一头,给六千万海外游子积奋平安,道一心珍重。 乡隔千万里,只待成逢时,提前给大家拜年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